大家好,高温高湿的环境,我们种植的杜江花呢,只要营造好通风湿润的环境,让它生长,生长速度是特别快的。 那么在六月份开始,直到八月份这几个月份呢,我们一个月必须要给它勤做三件事之后呢,我们的杜江花长势不尽快,而且开花数量多,质量也非常好。 那么是哪三件事呢?首先第一件事呢,就是杀菌,我们一个月给它进行杀菌一次的话,就有效的防止续菌感染。 我们最常用到的杀菌药呢,就是这种甲肌瘤菌磷,是针对性的,只要坚持14天给它喷洒一次,这样呢,就有效的防止这些叶片染上,黑斑病,叶斑病,碳居病等等。 我这盆杜江花呢,就是坚持给它喷洒了杀菌药之后呢,这个叶片都长得非常好,没有出现任何的斑病。 当然了,我们使用的杀菌药也不能完全的单独使用这种杀菌药,要备兜一两种,比如像这种本米甲环做也可以,这样呢,就不会引起耐药性。 第二件事呢,就是我们每个月必须要给它进行松移刺土,就不会出现板结,让杜江花牵细的根式呢,更好的呼吸氧气,失收功能才会强,植株才会长得旺盛。 第三件事呢,就是修剪,当我们的杜江花长得快,当然也会有一些枯枝,或者是一些弱枝,都要给它剪掉。 像这些比较弱的枝条,我们要给它剪掉,这样呢,才会减少养分消耗,整个植株呢,也会比较圆润,没有那么凌乱。 这三件事呢,就是一个月必须要做一次的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,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